然后真的 首先一切的开始 还是真的要 珍惜还有感恩 大家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 我们讲真的珍惜才会拥有 感恩才会长久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 自己认识了 New Skin平台 然后在SD这里 不断不断的成长 才会造就今天的我 所以 真的是要珍惜才会拥有 感恩才会长久 大家真的要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去体会 真的什么是真正的感恩 今天其实早上起来 就有这么阳光 这么活力的一个节目 真的我们就会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感恩 然后 接下来就是跟大家来 简单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我的故事 讲一下我的故事吧 大家你看我从18岁开始 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 非常清寒的家庭 就是我的小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 是一个哥交工人 然后也种油中 这些 然后小的时候就是 我们家里有四兄弟姐妹 然后我是那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很黏我的爸爸妈妈的 所以不管我的爸爸妈妈 去到哪里 我都觉得只要跟着他们 我就非常有安全感 所以我的妈妈从小就会 就带我去帮他们割交 就是从八交杯开始 然后就割交这样子 虽然就懵懵懂懂 但是我就觉得 还OK 直到我懂事以来 就是我的 我的 我的 拜六礼拜 我的周末 其实都是在 日赛与临终度过的 然后 总之就是没有 off day的 然后 我以为我读到中学之后 就可以逃脱 这样的生活 但是也没有 我中学早上的时候 是要去园里帮忙 把脚背个脚 然后才去上课的 所以 真的 我那种日子 就经历了 到我18岁 其实我考完SPM的第二天 我就快快冲出去新加坡 做工 因为 我真的很想摆脱 那种日赛与临的生活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 当时18 20岁的我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就是 我在新加坡 是不是 因为从小就被教育到 只要我们勤劳努力 然后 我们肯定就可以 过上不错的生活 所以我就非常的努力 这个其实是我做part time的时候 我早上打一份工 卖东西 然后 旁晚 又在这个 Lana Thai Restaurant 在Bookie这个地方 又在做Vitches 就是这样子 一直一直的 就做做做做 OK 然后直到我人生 29岁的时候 我就生了三个女儿 然后大家看到我三个宝贝 这个是在圣淘沙拍的 然后看得出我很节俭 对吗 对 这是我三个宝贝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 以前就是想要怎么省 然后 直到我是怎样遇到Newskin的呢 就是在我的中学同学 在我人生34岁那一年 然后他就来找我 就跟我分享了 Newskin这样的一个事业机会 讲真的 当时的我 是不是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也不好意思拒绝 一次就把产品带回家 然后带回家之后 就是一个心态 就告诉自己 哇 这个产品真的很贵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真的很贵的 因为大家你知道吗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为了要减肥 然后 我为了要减肥 还有省一块一毛钱的bus fare 我可以每天早上 从大巴窑走路去牛车水上班 而且持续了大概 好像是九个月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是一个这么节省的人 所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我做了家庭主妇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我记得在我朋友来找我之前的前一个月 我还带着我的女儿去幼儿园上班了 然后我是八点坐到十二点 然后由于那个幼儿园 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大概有两百多个小朋友 所以我每一天 改步子有时候是要改到半夜一两点的 所以也是非常的努力 后来你们知道吗 我的工钱只是多少 当然只是七百块 只是七百块 所以你看我努力吗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也是非常群劳的人 但是我们讲 我们讲 真的在对的平台努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刚才主持人也是有讲到紫色风暴 对吗 大家 我和姐姐在第一轮的 那个R Square 我们当时被誉为哈利茂姐妹 我当时一直跟人家讲 当你抓住一个LTO的时候 真的我当时一个月LTO的收入 等于我幼儿园要做十五年 十五年的工 所以大家你可以想象吗 选择是不是比努力来的重要 然后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当时我不是接触 让自己下定决心 OK 把产品吃好 因为我带回家那个产品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贵 然后你看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 既然都买了 这样我就不要浪费我产品的钱 所以一天要五十多块 所以我当时 我把我很多饮食上的误区都改了 我喜欢吃粿 吃咖喱泡 这些 我就在想 一类咖喱泡五十千 我的产品一天要五十多块 所以OK 我就一定要就是放弃 就是牺牲掉我这些坏习惯 然后让自己培养好的习惯 所以我当时就瘦了十二公斤 然后我去了一场会议之后 哇 我才大开眼界 因为我四年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直销 第一家公司就让我遇到了newskin 然后是不是 然后第一个系统就让我遇到了邪美系统 哇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就是你可以想象 如果当时的我没有接触到newskin 今天的我会是什么的样子吗 所以 其实每一个人 其实为什么你要非常清楚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成型保证班 它是要让大家掌握什么是销售 你需要具备 为什么 你在这里你的第一个step 就是你要具备销售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永远不是方法 而是你要非常非常清楚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今天要跟邪美 然后今天你为什么要在newskin打拼 然后为什么你今天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需要做出一些牺牲 需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先 你要问你自己 OK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这辈子 如果我不改变 我的生活会怎样 OK 然后 但是如果我改变之后 来newskin 我非常清楚 在这里只要我成功一次 我会有五个 的价值就是 OK 我会拥有财务自由 我会有时间自由 然后我会有心灵自由 在同时 你拥就刚刚就侧面 就拥拥拥 OK OK 好 让我继续 改变 不知道谁 unmute那个mind OK 然后我们会有心灵自由的同时 然后我们会有健康年轻美丽 还有我们是被我们的伙伴需要的 然后我们成功之后 我们是会被表扬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人生全方位的成功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 今天为什么你需要不舒服 为什么今天你需要这么一大清早 就来attent这样的一个会议 这个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而且真的 我从小其实就有一个志愿 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有钱 还有我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是不是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然后我知道的 如果我继续我以前的平台 我是不可能的 我就是这个社会非常非常普通普通 再普通 可能自己都搞定不到自己的那一个人 所以我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当我明白了 newskin可以给我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于是我就愿意做出改变 真的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就是今天你为谁而战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已经大概跟我的以前的husband 就是我的ex husband 已经 我们已经分开十年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很感谢很感谢自己 真的在newskin这几年的打拼 所以我自己一个人 我也是觉得我很厉害 我很棒 我做到很多 就是可能双心家庭都做不到的 其实真的不是我特别厉害 而是我选择在对的平台努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这里 只要你成功一次 然后你就真的 你看我今年是我在newskin的第11年 第11年 讲真的 我也打工打了无数年 就是我今年45岁 我也打工打了很久 但是其实都没有我要的结果 但是在这里11年下来 我真的做到 我都要自己给自己掌声 你看我把我三个孩子 我三个孩子可以读诗人学校的 也要读诗人collect的 然后我可以在KL买家 我在JB买家 然后在这几年下来 我也给自己买了三辆车 然后去年我给自己买了一辆 Mercedes 做我自己的 自己的newskin十周年的礼物 所以我真的觉得 自己就是从一个非常苦痛的 然后我很清楚很明白 然后我也让自己 其实小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 我每一次都不理解 我都会抱怨我的妈咪 为什么 你小的时候让我吃这么多苦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很感恩我小时候的经历 所以让我现在 在newskin 真的 一开始 我做newskin的那几年 真的叫做懵懵懂懂 我不知道 how to win 我们在newskin到底要怎么才能够赢 真的不知道 然后就在这里 只是一直 我们讲 没有会跟 你要先会跟 我只是相信 我前面的老师 我的老师Mr.Tua Lilian Ong 他们这么有能力 然后 就是我羡慕的对象 他们过的生活 就是我一样过的生活 他们的人格 就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一种人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 好 我就跟着做 不明白不用紧 别人听一次recording 可以懂 或是听十次可以懂 我听不懂不用紧 我就听十次 听一百次 总之就是听到会为止 所以很多人讲 你newskin要做多久 我讲 其实一个会成功的人 只要录对了 你要的结果在那里了 你就是一直坚持的走 走到为止 做到成功为止 OK 这个就是我的信念 但是首先 你要非常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走这一条路 你要很明白 你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你可以得到什么 当你有这么坚定的信念的时候 其实你是没有人可以打败你 没有东西可以打倒你 这样子的话 你真的是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能力真的 当没有东西可以打败你的时候 你就无所不能了 OK 然后真的 我这个kodron 大家真的是 我不多讲 但是我真的是 就是你要非常明白 如果你今天 你是在打工的 还有你是在 就是你是自雇人士的话 其实真的 你是没有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的 如果你们有 时常上我们会议的 其实你们都非常明白 所以很感恩 newskin它是在企业家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 B kodron 所以在B kodron 当我们有了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非在职收入之后 然后我们真的就可以成为investor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你的人生的路 一开始真的都是从E开始的 然后很多人E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S 就是自己 然后之后 感觉到这条路 好像没有要的结果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慢慢改变 成为B 好像我这样 就会慢慢成为B 刚才谢星也是有讲 其实我也是有想要创业 我在新加坡的最后一份工作 就是卖云吞面 哇 好彩当时三个月我就倒闭了 因为真的 那三个月 让我老了 最少我的心智 还有我的整个人 老了10到30岁 我可以讲 我对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有 每一天就是 就是一个字 就是很累 就是很累 看不到希望 所以你看 我就这样 所以这些kodron 我都明白了 直到我遇到newskin 我非常清楚 今天这么普通的我 真的是要建立 newskin 这样加均 还有SD 然后是不是 来成就我的伪业 然后我刚才有讲 我刚才有讲 我以前很爱complain 就是真的 我觉得 我前面 在newskin的前面几年 真的我用了一些时间 去领悟这个行业 可以给我的价值之后 但是当我非常清楚 明白了之后 我在这里 为什么我需要成功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我小时候的经历 它是来帮助我后悔 后面 成为百万美金 五百万美金 千万美金 两千万美金之后 因为我具备了 比别人群劳 还有奋斗的心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当我小时候 什么苦都吃过的时候 现在当我掌握了一个技能之后 我觉得 这个时候 就是我的速度 要比别人快 五倍十倍的时候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 我从此之后 我学会感恩 OK 在这里 其实成功很简单 只要复制 一二三 大家你知道吗 你看我以前的样子 你就知道 我是没有朋友 没有人脉 又没有背景 又没有钱 就是真的是 什么都是一般般 非常普通的 然后 我朋友就告诉我 但是我去了一场 没订过后 我的朋友 就跟我说 我就问他 这样我到底要怎么成功 他说成功很简单 只要你复制一二三 所以其实当时的我 是非常保持简单的 我问他 如果我找不到朋友 但是我的家人 如果有需要产品 OK吗 我可以完成主任吗 他想可以的 所以 于是我第一个就找了 我的A是我的妈咪 B是我的姐姐 C是我的弟弟 D是当时 买一套产品 给我当时的老公 然后E 我找到一个 我的闺蜜 我还有一个 虽然也是很多年 没有见他 一见他就找他买产品的 就这样子 我就顺利的 完成了一二三 然后成为 就是品牌代表 然后 讲真的 当时 三到六个月 真的是有五位数收入 因为 当时 我的姐姐也看得懂 我带我姐姐 去参加了一次的会议 我的姐姐 在那个会议上面 就听到 LiLiLi老师讲 不是LiLi老师 是叶佛光老师 Mr.Yak 还有Mrs.Yak 表扬百万美金 然后他在那个会议上面 就听到 哇 原来在Newskin 可以赚百万美金的 好吧 那他也决定要开始加入我 还有我的弟弟啊 这些 所以 真的 我在第二个月 也就这样子 就有了 马币五位数的收入 OK 然后 真的 在这里 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复制的生意啊 其实我们是来 开 McDonald 辛巴克 但是我们是来开 我们一次跟人家讲 我们是来开流动 寿生院 流动 美容院 就是这样子的 就所以一定要把 再 要把产品吃好 然后大家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 在这里 到底怎么样可以有 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还可以有心灵自由呢 然后 你又可以年轻 健康 美丽 的同时 你还可以被表扬 当我们要这个结果的时候 你要非常清楚明白 到底 How to win 我们要怎么赢 然后 在这里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答案就是 你一定要在底下 复制越来越多的 就是能力 被培养起来的 这些经营者 但是我们讲 首先 你要培养别人之前 你一定要搞定 就是你自己 在这里真的 当我们讲 当你真的 你就在这里 一直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在这里 我们讲 最差的情况 真的 当你掌握起来之后 你最差 如果用三五年 所以就很老实讲 虽然我在 New Skin 今年是我的第十一年 但是你问我 真正我非常 focus 非常努力 真的不用三年 就是三年 你非常的专注的 就是focus 把销售 跟进启动 然后复制 掌握好之后 你真的不需要三年 你真的就可以掌握这个 你的团队 真的就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 非债值收入 这个是我觉得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大家看我的背景 我没有特别的背景 但是我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就是看你什么时候 可以更快的去下定决心 更加明白 为什么你一定要在 New Skin 赢 然后在这里 讲真的 你是不会输的 因为所有的拒绝 它都只是一个 都会让你成为经验 然后这些经验 都是你未来成长的 那些肥料 养分 在这里你看 当你成功一次之后 真的 我们讲 最差的情况 525 125 3年 你有23万美金 然后在这里 不管你做到什么时候 其实 你的成功 都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当你做到155个的时候 你只要给团队多一些时间 你就会300 然后 然后600 所以其实是一直 一直 这个生意是 没有封顶的 但是外面很多人 其实还是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为什么你需要做万分 为什么 其实做万分 真正真正的目的 真的 它让我们三到五个月里面 尤其在这个Valocity 你会看到非常好的五位数 但是它不单单只是五位数 你一定要非常知道 New Skin 其实它不是一个指示 它是一个技术 所以掌握技术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去practice 你一定要让自己练习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行业 跟每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 它跟我们骑脚车 学游泳是一样的 今天你要把脚车骑好 你要把游泳学会 最快的方法 就是真的是自己 自己要去骑它 然后你要去掌握 然后你要跳下去游 但是为什么 你要很清楚 为什么 你要清楚明白 为什么你需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掌握一次之后 在这里就可以复制的 你还可以教你的伙伴 到底如何的去掌握 所以它不是一次性的 你们要更有意识的明白 为什么你一定要学会这个 Ten Care 因为真的我们讲 能力的培养 它才是一辈子的 是别人带不走的 因为只有你掌握了 在这里必备的 这一些心态 还有观念 还有能力之后 那么你对你的未来 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你出去讲话 是非常大声有力的 铿锵有力的 因为人家当别人跟你说 哇很难的时候 你就说相信我 在这里 你有看过一个人 他如果真的要学会游泳 要学会骑脚车 他是学不会的吗 答案是不是的 是可以学的会的 那个销售也是一样的 三到六个月可以五位数 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销售到底要怎么掌握起来 也是真的从每一天每一天 就是你出去跟人谈的同时 可能你一开始讲到一一五五 讲到不流利 但是很多人讲 哇 你为什么这么有力量 为什么这么会讲 我不能够像你 我说因为我讲了十年 因为讲了十年 然后每一天都讲 所以只要你愿意让自己 每一天都去做 其实在这里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个就是 你愿意吗 要掌握这个万分 其实最重要就是 你愿意去做一些 你还不会做的事情吗 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 我可以很肯定 保证地告诉你 你一定可以掌握的 而且 那个 拒绝 你也是会习惯的 然后 想回头 你就会发现 很感恩那些拒绝你的人 因为他给你更强大 然后给你经验 所以 你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 学会什么 在这过程当中 你就会学会自我安慰 然后自我对话 然后 看见曙光的能力 都是表情的 因为 最近我有听到一个 小米的老板 他讲 以前的年代 可能 三顾茅庐 诸葛亮 三顾刘备 三顾茅庐 去找诸葛亮 然后 才感动诸葛亮 他说 今天如果我们要真的做好一件事情 你愿不愿意让自己 三顾茅庐 小米的创始人 他一开始也是讲的 现在真的 你要找一个对的人 可能你需要 三十个茅庐 所以 真的就是一个 你愿不愿意 让自己 就是 一定要掌握这个能力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 我们 要得到 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心灵自由 然后 我们要健康 美丽 年轻 同时 还是被需要的 还是可以被表扬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 newscape很过分 在这里 这是外面找不到的 因为我最近见了很多老板 很多企业家 他们真的有时间没钱 或者是 有钱 就没时间 然后当有钱有时间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没健康 所以 到底在哪里一个平台 才能够 哇 真的是 全方位成功 真的 我觉得 普通人 又没有风险 又 又真的是 没有风险 而且我最近真的 一听到这个 meta要上市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在做的 哇 500多个伙伴 都是有福的人 大家都是有福的人 一定要抓住 这一次的 商机 OK 所以 如何创造万分 真的就是你的量 其实 为什么我们讲 你真的是要给自己 就是赶赶来 就是真的叫做 我们讲 这个社会上 就是 其实会成功的人 他都是 讲真的 就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秘诀 你就要跟自己讲 哎呀 死就死了 赶就赶了 我记得 我人生的转捩点 其实 一开始做newskin的时候 其实我也做得不怎么样 就是 因为我不清楚 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我需要做 newskin可以给我什么 我都不明白 我只是人云亦云 就是为了做而做 所以 我就讲 当时 我有带一些伙伴 这些 但是也是 就是带不成功 但是 不要紧 我是一个 就是 跌倒了 我愿意再爬起来的人 我很明白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今天放弃 放弃很简单 但是我喜欢 我自己是一个 很酷的人 坚持一定很酷 而且放弃之后 我可以做什么 我就是要回去 那种招举文武 打工 然后 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一个老板 觉得我值三千块的 所以 如果继续 之前的行业 我根本都不可能 人生看到曙光 所以 为什么不坚持 我就跟我自己讲 我相信 今天 只要我愿意坚持 我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 就怎样 就真的是 就给自己 真的就是 自我对话 赶赶来 赶赶来 我的人生的转捩点 就是我去我的 女儿的学校 看到那个老师 我就想 哎呀 死就死 分享 我就跟我自己 心里对话 分享 OK 我就想尽办法 办法想尽 OK 最后 真的约到老师 然后这个老师 今天也过着 跟我一样 自由的生活 然后他的船队底下 有无数的 蓝钻 这些 所以 你看到没有 赶 真的 你的量 然后 你要很大量 就是一个字罢了 赶 这个社会 就是比谁赶 你赶开口 人家赶相信你 你赶讲好 你赶讲自信 讲跟着我 你的未来 一定可以改变 我们产品 一定可以帮到你 人家就赶跟你 OK 然后真的就是 积极正面 积极正面 然后真的就是 自立 真的我们讲 成功的人 就是自立的 你每一天 讲真的 很多人就讲 你 我不能 这样 我 我 为什么你可以 这么自立 我就讲 因为我很清楚明白 为什么我这辈子 只有在 Newskin成功 我才能够反省 如果我在 Newskin不成功 Sorry 我的孩子受苦 我自己也是 我不喜欢 不成功的自己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 你必须要自立 所以我非常清楚明白 我需要非常专注 今天我只要把一件事做好 我的人生 从一无所有 就可以到一无所缺 答案就是 我只要把Newskin做好 所以我今天的人生 我真的是跟自己讲 尤词现在是LTO 真的叫是什么 吃饭 睡觉 Newskin 所以真的 大家 如果你看很专注 吃饭 睡觉 Newskin 不相信 做不到成绩 对不对 如果做不到成绩 是不是 跟你的上线讨论 然后跟自己讲 我不相信 做不到 只要你自己 有这样的 骨气 这样子的骨气的时候 你一定做到成绩了 OK 还有 首先 你还是要先搞定好自己 就是 你出门前 你要问 你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你的 这些亲戚朋友 你的这些朋友 他需要Newskin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真的是 all of the good none of the bad 是不是这样讲 然后 如果 你可以想象 他吃了我们的产品之后 真的 我最近 在一个甘统 我也是 一个uncle吃了 我们的长生不老 他一开始 很担心自己 不懂为什么 体重一直下降 然后 他 后来 我们就跟他分享 这个产生不老 我们跟他讲 相信我 真的 然后这uncle吃了 真的是好像奇迹般 从老人 像弯弯 后来 他就讲 他就讲 我一开始吃了两天 他就上厕所 排 排了 然后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uncle的脸色 光了 没有这么暗沉了 然后接下来 他也 在一个月 不到里面 就从50kg 胃口就好了 到52kg 然后 还有很多很多 他讲 整个人很轻松 然后还有 他已经越来越直了 为什么越来越直 因为吃了我们的 长生不老 然后 他的腰骨 腰骨没有痛了 所以 就可以占得比较直了 所以 你要去想象 他吃了这个产品 瘦下来 那种健康的 那个样子 他会怎样 然后 你要去想象 如果还没有吃 讲真的 我的一个使命 真的是 因为我很清楚 外面很多人 他都有在花钱 买保健品 都在找着 solution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 一个真正的 解决方案 所以 你想不相信 我们的产品 就是那个解决方案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还没有吃 他今天 我也是 最近有遇到一个 uncle 他讲 他的医生 他去check医生 有一次 心脏就不太舒服 他就去check医生 两条腮 大家也知道 两条腮 然后 去遇到 Grand Eagle 那个医生 要帮他通 他讲uncle 通不到 所以要 就这样 要做 bypass 就这样子 因为很多的事情 所以uncle 开了四刀 最后给了200千 我讲uncle 如果那个人 你可以好好的 掌握一次TR90 真的就是 那个区区的 那个数目 然后是不是 你真的可以免于 这样子 我说今天 如果那个人 给我200千 要开四刀 我都不愿意 更何况 今天 你开四刀 还要给人家200千 所以大家 你看到没有 使命 OK 我们生的就是有使命 所以 你这样有很大的量 真的 你的信念系统 你要建立 人人都需要 我们的产品 人人都需要 我们的事业机会 然后 你要相信 人人都可以 在New Skin成功 好像我这样 普通的人 你们看到我 今天也可以这样子 是不是觉得 人人都可以 大家你可以想象吗 我今天 这是我做的New Skin 11年 做了11年 然后 如果我继续用 这样的热忱 这样的相信 我在很努力 在这样子 虽然我前面 跑得比别人慢 但是当我会做了之后 你觉得我的后面的速度 是不是比别人来得快 我就相信 我可以 我可以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跟自己对话 I can 我可以 OK 然后 还有 你要做万分的第二个秘诀 真的就是提升 那个地劫能力 大家有没有真的 真的很愿意的去学习 好像 真的 我们讲 东西就是做了 做到 还有做好 你有没有真的 愿意每一天 去精进自己 精进自己 帮助别人的心 还有传递那个信心 然后你不经意妥协的那一个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的伙伴真的就是 哦 讲了 我去讲了 他不要 人家一拒绝你 这样子 哎 就是 但是哦 真的你的这些地劫能力 是可以慢慢被掌握的 大家你知道吗 虽然我今年在Newskin做了11年 但是我也是每一天早上 我一定给自己听 一到两个recording 啊 MP3的也好 什么的YouTube的也好 什么的recording都好 这些最主要真的是要来 啊 我们讲啊 OK 我讲一个故事 你看成功者会做什么 今天啊 如果给你一个任务 六个小时里面 给你把一棵树砍倒 啊 你会怎么做 OK 答案就是哦 普通的人会做什么 普通的人就是 一拿起那个刀 就快点去砍看看 到最后哦 时间还没有到 其实还已经没有力了 但是 有智慧的人 他会做什么 他会让自己哦 花一些时间去磨刀先 去练习 为什么需要练习 为什么需要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刀磨更立 以便让我们出去作战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 因为哦 你看啊 当你把刀磨立的时候 原本你要砍断一棵树 他的数量是一千次 但是当你磨力之后 可能你只需要五十次 啊 然后哦 你还是很有力的 所以成功的人会做什么 他会刀磨自己的刀 今天会成功的人 永远他都是什么 先搞定自己 OK 你出去之前 你要问你自己 你的帮助别人的心有多强 今天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 不知道new scheme吗 你可以接受吗 然后你真的能够传递那个信心吗 ETRO真的这么好吗 我们的产品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朋友吗 你传递得到那个信心吗 如果传递不到 你愿意做出什么东西 你愿不愿意学习 愿不愿意每一个星期来学 然后让自己真的把你的刀磨得更立 然后你愿不愿意不轻易妥协 所以人家跟你讲一次no 你就回台词 yes 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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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不轻易妥协 你愿不愿意 30次顾茅庐 这一些心态 还有这一些心法 你愿不愿意去做呢 OK 接下来 好 所以今天 我们系统也是非常的贴心 我们请了 万分高手 她是我们今天的学乐 所以我现在欢迎迎芸芸 大家早上好 谢谢Annie 我的名字是芸芸 我是一名从事了15年钢琴教学的音乐老师 目前我在柔佛新山经营一家音乐学校 也是如心产品的爱用者 我和大家一样 每个星期四呢 都定期的早上8点的时间选择登录成心保证班 那是因为我想要学习如何开始分享如心优越的产品 也想要学习如何透过分享 帮助身边更多需要健康的人 我加入如心的事业 除了是看见通过分享健康美丽和事业机会 也可以给予别人生命的价值的同时间呢 我可以透过写美系统的平台 打造一条被动收入的管道 而不是在E和S的收入上线里 不断的只是用时间来换金钱 手听口听的结果 不是我们这么努力的人应该拥有的 所以非常感谢系统 我就是通过学习 练习和复习成心保证班里面所教的 如何做好万分 上个月我也达成了我的万分 感恩自己一直回来系统认真的出席课程 让我非常了解万分的重要性 其实万分呢 就是我们大家打造网络架构的原材料 而且我今年初曾经连续三个月万分 但近几个月由于一些事物呢 我分心没有专注的去完成万分 我学习到了一样事情就是 设定了目标就必须要锁定目标 才可以有机会完成万分的 其实锁定目标并不难 只需要一个决定 我透过了和上级部门的沟通 我再次抓紧 为什么一定要再如心成功 再一次的放大梦想的蓝图 也因为正在筹集家人的手术费 我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 我更不能有任何的借口 我要为爱而奋战 这一次 所以我设定和锁定目标之后 我在行动的当中呢 也必须要不断的保持相信 因为相信才有力量 真的 有力量就会马上行动起来 万分也是来自于量 有足够的量和足够的人谈如心 不断的增加数量 才会带来成绩的 当我们设定目标 不能妥协的时候呢 就自然而然发挥 不妥协的精神了 我在上个月的万分里呢 创造了两户品牌代表 都是居住在柔活的越南人 当语言不同的时候呢 我运用了大量的Google Translate 通过翻译来进行沟通 感恩如心公司 已经准备好的国际事业 越南如心的网站资料很完善 清楚的讲解展示产品 我就是只是做好产品的宣传大使 为他们也示范美容仪器 制作对比的照片 在整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是不断的展示 健康改善的图片案例 我保持兴奋度 给予足够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呢 除了分享之外 别忘了做地结 在地结的部分 需要回答意义 通过需要几次尝试 好几轮的尝试的地结 其中一个家庭呢 一家人都是小贩 我在他们租的屋子里面呢 做OPP和地结 反对直销的父亲 当时候走出来客厅 尝试阻止我 但我保持冷静和信心 那个自信呢 也让儿子感受到了 我对产品科技 100%的相信 还有让对方感觉到 我的专业 是他们可以相信的 我一定会帮助他的母亲 找回健康的 原本他说 明天再讲 明天再算算金钱 但我不妥协 现场在地结好几轮 因为我相信 人人的健康 只有透过X-Log科技 才可以被重启 我再多次的问 两套还是一套 两套还是一套 结果儿子到厨房的冰箱里面呢 拿出他们冰冻冷藏的 一万块现金 最后我就缔结了两套 TR90加多派 现场完成了 这个家庭里的品牌代表 最后 我希望今天我的分享 可以鼓励大家一起拿下万分 我也要持续的达成万分 我们一定要保持简单的初心 分享分享 持续赶赶开口分享 既然产品的优异 已经让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家人都蜕变了 为什么我们不要和身边的人分享 我们变年轻漂亮的秘诀呢 拥有越来越多X-Log的朋友 不是很好吗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银芬 大家看到她的蜕变吗 真的 我们讲 银芬是不是一个大美女 真的 我看到她 大家你可以看到吗 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在 Newskin成功 她是这么有才华的 这么有气质的美女 她可以 但是 Annie也是可以 我也是可以 所以我真的觉得 很感谢Newskin这样的一个机会 她真的是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 选 到底我们 我们有没有资格 就是你有没有一颗改变的心而已 真的 其实改变真的是很简单的 就走出你的舒适空间开始 大家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不舒服是一定的 尤其现在我们讲 MCO这么久 大家是不是被关在家里也关了很久 对吗 要开始走出去 它确实是有一点不舒服的 但是 大家我跟你讲 因为我也是最近 就是比较大量行动的人 因为LTO来了 META来了 真的是不能够再待在家里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你会习惯的 只要走出来 大量的去见人 其实两天而已 你就OK了的 所以真的是要赶赶走出去 你知道为什么你要走出去吗 问当初为什么你要开始加入 你在Newskin你要有什么样的目标 然后真的很多时候 当我们开始走出去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挑战 大家肯定有了 我也是有 我做了十多年 也是很多挑战 但是很多时候 OK我很喜欢这个slag 他就说 其实上天爱我们的方式 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 很多人都觉得上天不公平 想要的都得不到 烦恼的人生似乎没有尽头 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其实上天爱我们的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向上天祈求力量 他却给了我们困难 因为只有我们克服了困难 就拥有了力量 我们向上天祈求智慧 他却给了我们问题 因为只有我们解决了问题 就拥有了智慧 我们向上天祈求希望 他却允许黑暗降临 我们走出了黑暗 就拥有了希望 我们向上天祈求成功 他却给了我们挫折 因为我们只有走过了挫折 就拥有了希望 对在这里 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 New Skin它真的 它是一个技术 它不是一个知识 所以你要掌握技术 真的就是 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 去重复练习 因为只有你重复的练习 你才能够掌握能力 因为只有当你有了能力 你才能够拥有自信 当你拥有了自信 你才能够成功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会成功的人 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大家 如果我们的重点是要成功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让自己有自信 真的 你会不会觉得很酷 我们就是那个永远都不能够被打倒的 因为所有杀不死你的 其实都是来让你变得更强大的 所以我喜欢那个很坚持的自己 我喜欢这样酷的我 真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slide也是帮助我很大的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ABC法则 我们讲 人生所发生的事情 10%是事情的本身 90%真的是我们如何去应对它 就是10% OK 我就举一个例子 有一天早上 我就打开冰箱 哇 不小心那个鸡蛋就掉下来 OK 一开始的反应就是 哎呀 怎么这么不小心 又在赶时间 是不是就有点情绪 但是后来我当下就是 哇 打破鸡蛋 表示什么 哇 我今天出去 就是要打破鸡蛋了 结果真的 就是带着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 转念 就是我们立刻转念 哇 然后好像就是当天真的 哇 其实到了8点多 晚上8点多 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签单的 就是一直 OPP 见人 但是还没有真的 就是有closing的 但是8点半的时候 就突然接到一个message 哇 原来是 哇 跟进的 跟进的 那个顾客 哎 他突然间就on了 所以我们讲 你看 你的 真的 我们这事情的发生 它只是10% 90% 真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它 所以 要成功的人 一定要有积极正面的人生 OK 接下来真的 要设定目标 就是 VR 然后 10K 然后EVP OK 然后 我要讲就是 坚持 坚持才是黄道 就是 就是我一直讲的 我喜欢自己成为一个很酷的人 因为我们讲 OK 我要分享一个就是 以成代人 以义处事 那天 我听到我的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这两句话 OK 我也是觉得 哇 我很有感觉 什么是以成代人 以成代人就是 其实 就是要用诚实的心 其实今天大家 诚实的心 首先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就是你一定要 诚实的面对你自己 你每一天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尽了力 你是不是真的 有为你的梦想 有为你要达到的 那个结果 正在努力呢 有没有 因为 这个是以成代人 以成代人 首先你要以成代自己先 你要先 先跟自己 有了正确的对话之后 那么你出去行动 OK 因为我们讲 也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不要假装很努力 因为结果 不会陪你演戏 OK 所以 真的 我们讲 以成代人 接下来 以一处事 以一处事是什么 当我们知道 我们要的那个结果 是对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 就是很坚持 用毅力 就是做到什么 做到成功为止 所以坚持 坚持才是黄道 每一个人 每一个令人羡慕的收获 或者是他的成功 其实都是努力打拼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是随随便便成功的 如果随随便便成功 也会随随便便失败 因为他并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说 OK 所以 放弃 很简单 但是坚持的人 一定会很酷 我希望在场的 所有的朋友 我们都要成为一个 很酷的人 好不好 还有 真的 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 真的 第一件事情 就要思考 就是我还可以帮助谁 我们还可以帮助到 谁 可以让他的生活品质 可以得到提升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New Skin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 是要在世界各地 凝聚一股善的力量 凭借仇报 优惑的事业机会 不断创新的优质产品 和充实积极的优良文化 赋予人们提高 生活品质的力量 OK 带着使命出去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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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真的问自己 如果你继续做 你现在的工作 多三年多五年 你会不会越做越轻松 会不会有更多时间 陪一家人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相信我 相信我 在New Skin 只要你成功一次 你的结果是什么 你会拥有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心灵自由 然后你会健康 美丽 年轻的同时 你会被需要 大家请问 你现在的平台 会给你这样的结果吗 如果不会的话 为什么你还这么坚持呢 对不对 在New Skin 这里一定会给你 只要你愿意接受改变 你要你来这里 掌握 How to win的 know how 你来掌握这里 应该要掌握的技能 你在这里 你一定会赢 然后你一定会拥有 全方位成功的人生 所以 OK 这个最后最后 真的叫做 同心协力 美梦成真 一起成功 谢谢大家